3、2、1、2、3 台北馬拉松 歡迎指定今天會開始 去年的台北馬拉松 是台灣唯一實際舉辦的 國際性馬拉松賽事 今年中雖然國內疫情爆發 歷經了兩個多月的三級警戒 但在防疫人員和全體人民的努力之下 2021的台北馬 還是定於12月19號如期舉行 主辦單位也採取最高規格的防疫標準 要打造最安全的賽事 所以這一次疫情發生之後 當然我們要配合政府所有的規定來做 這樣讓我們整個的賽事能夠很順利很平安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有的這種賽事的規定 當然要配合政府裡面的規定來做 讓它達到這個安全性 除了選手的安全 整體的安全都非常重要 玩起來還是以政府的規定為主 開辦進入第35年的台北馬拉松 改用全新視覺識別系統 以象徵無線循環的美筆絲環作為新賽輝 期盼匯集全體市民的正向能量 產生動能驅動人們向前奔跑 連續12年贊助台北馬拉松的富邦金控 也發起RUN FOR GREEN計畫 邀請所有跑者一起守護台灣與環境共好 今年是富邦贊助台灣馬拉松第13年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為了呼應我們60周年的 RUN FOR GREEN這樣的一個倡議 我們在這次會幫跑者植樹 在這段期間 只要參加富邦所贊助的四大馬拉松 其實有台北、高雄、萬金石還有田中 這四個馬拉松 我們都會來計算它的跑步的里程數 只要滿40公里 我們就會種一棵樹 那這個樹會種在台灣有六七個一個指數的點 那消費者可以到網站上面來做一個選擇 同時就是也可以把這個樹送給別人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能夠倡導RUN FOR GREEN這樣的理念 能夠希望跑者除了為自己的健康之外 也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心理 2021台北馬拉松即日起開放報名 有別於往年用抽籤來分配有限名額 今年採取報名額滿提早截止的方式 先搶先移 有興趣參加的觀眾朋友 記得快上台北馬拉松官網報名